今天我们来讲这个话题叫冰死体验 冰死体验这个词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听说过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冰死体验是可以被科学解释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10万个聊什么 我是分不清L和N的新人up主小仙 旁边是导演老柯 冰死体验简称ND1G, Near Death Experience 也就是冰临死亡的体验 只由于遭受了某种严重创伤或疾病 但意外恢复的一种主观体验 这个词是由美国医学博士雷蒙德·穆迪 于1975年在死后的世界生命不息艺术中创造了出来 自那以后不少科学家开始研究这个领域 其中就有荷兰Registate医院心血管中心的佩姆·梵·拉玛尔医生 拉玛尔医生和他的同事在1988到1992年间 成功抢救了334位26岁到92岁的突发性心肌梗塞患者 并对他们进行了长达8年的追踪研究 记载了这些病人发病时的病情 所有药物 当时采取的医疗措施等等 如果发生了冰死体验 则要记录冰死体验的内容 然后过一段时间再评估是否存在记忆偏差 2001年12月他们将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柳叶刀上 我们知道这个柳叶刀就是国际的顶尖医学学术刊物之一 根据他们的论文研究显示 这334位患者都曾一次或者多次被宣布临床死亡 然后经过及时抢救以后逐渐恢复知觉 其中62人报告了冰死体验 这个比例大概是18% 他们的冰死体验的感受主要是 知道自己已经去世 愉快的情绪 灵魂离体 穿过隧道 与一种光亮交流 各种奇异的色彩和天国景象 与去世的亲友见面 回顾一生 见到生死界限等等 通过严格的对比分析及统计 他们发现在冰死体验发生的时候 这些病人是都没有脑电波和心电图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处于医学意义上的死亡状态 并且冰死体验是否发生 与药物作用与患者的心理因素无关 冰死体验的深度也与患者的病情无关 并且在经历了冰死体验之后 这些患者大多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洞察 不再过分的顾虑一些物质利益 也不再恐惧死亡 而且这种体验也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实质性的偏差 但是大家注意 拉马医生的结论肯定是不鼓励自杀的 而且东西方的主流宗教都是否定自杀行为的 那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恰恰相反 这些变得不再恐惧死亡的患者 反而更加珍惜生活和生命 说到这里 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质疑 是不是因为这些病人存在某些知识盲区 而出现了集体的记忆偏差呢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比较低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说说 美国的著名脑科专家艾本亚历山大的冰死体验 这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稀有体验遇到了专业玩家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艾本医生 他拥有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学位 又有麻省总医院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在校培训多年的经历 而后在哈佛医学院担任外科副教授15年 截止目前呢 都是美国知名的神经外科医生 在艾本的原有观念中 或者说在当今主流科学家的观念中 都认为意识是大脑生化功能所造成的幻觉 那么这位艾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8年的11月10号 当天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 艾本突然感觉到背部和头部剧痛 他想挣扎着坐起来 但是发现根本动弹不得 随后啊 在剧痛中昏了过去 凌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他老婆醒了 发现身边的艾本已经没有了反应 于是马上把他送到了急救中心 也就是他自己工作的医院 医院检测出 艾本患上了一种叫细菌性随膜炎的病 随膜就是人的脊髓和脑部 有一层包裹在外面的膜 艾本的这层膜啊 感染了格兰式阴性细菌 导致他患上了罕见的脑膜炎 大脑皮层的功能助严重受损 因此艾本昏迷了七天 成为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植物人状态 经过七天的冰临死亡的昏迷后 艾本奇迹般的醒了过来 而且更幸运的是他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例严重的脑膜炎 而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的病例 痊愈后 艾本做的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回到医院 调出自己被抢救时的所有大脑数据 数据显示 他在昏迷的七天里面 脑部被严重感染 整个大脑肿了起来 只能维持基本的心跳 其余的脑神经呢 并没有在工作 也就是说 在这种状态下 人是不会有回忆 不会有梦 不会有记忆 以及不会有幻觉 但是艾本说 我在昏迷中看到的东西 根本没法用科学解释 他声称自己在昏迷中看到了三个事件 下面我将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艾本的所见所闻 我沉入了泥土之中 却能看透着泥土 或许说泥果冻更准确一些 周围是彻底的黑暗 不过这种黑暗呢 是有形的 我感觉到周围有墙壁 墙壁还在动 并且这个墙壁里面还有血管 我还听到一种深沉的 充满节奏感的声音 我拥有自己的意识 却没有自己的躯壳 我只是单纯的在那里 一些奇形怪状的动物面孔从周围的梨江当中浮现出来 呻吟着 尖叫着 然后它们又消失了 不知过了多久 我闻到了一种气味 这是一种排泄物滚杂着血液的味道 我非常恐慌 想要逃出去 这时在黑暗上方浮现出一缕白色的光 并且慢慢旋转着 离我越来越近 这时原来黑漆漆的空间全部消失了 周围变得特别的亮 我进入了第二个世界 我瞬间进入到一个亮的裂缝当中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 我是飞行的 我听到了一种极富生命力的声响 像是一种最丰满 最复杂 最动听的音乐 我飞过了树木 田野 溪流 瀑布 到处都是人 它们穿的衣服很简单 也很漂亮 到处充饮着欢乐和温暖的生机 还有玩耍嬉闹的孩子 穿梭欢跳的小狗 这是突然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出现在我身边 她有高高的颧骨 深蓝色的眼睛和金褐色的头发 我并不认识她 我们俩坐在一个图案错综复杂的平台上面 这个平台充满了难以言表的 生机勃勃的色彩 它是由蝴蝶组成的 那些色彩就是它们翅膀的色彩 那个女孩开始对我说话 但没有使用任何词汇 她传递给我的信息就像一阵风扶过我的身体 而我瞬间就明白了她想表达的内容 大概意思是你被爱拥抱 没有恐惧 不怕犯错 我们会向你展示更多的东西 但最后你还是会回去的 你不属于这里 女孩消失以后 我继续飞翔 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无限大的虚空 我进入了第三个世界 这个世界完全黑暗 让人感觉身处无限的空间 又无比舒适 尽管这里漆黑一片 却充盈着光芒 这个光芒来自于一个离我很近的灿烂的球体 这个球体是有生命的 而且是有形的 我感觉自己好像子宫里的胎儿一样 可以在这个子宫里不自主地浮动 这个虚空告诉我 宇宙不是唯一的 而且是有好多个 是不是很像我们提到的平行宇宙 但是所有的宇宙中 爱都是唯一的中心 我看到了充裕的生命 贯穿在不可计数的宇宙中 我看到了无数更高等级的生命轮廓 很多生命都拥有着比人类更高级的文明 最后我进入到一个黑暗的隧道 并且在隧道里穿梭 我看到自己的身体躺在ICU的床上 家人围绕在我身边 然后我决定回到自己的身体 就醒了过来 这些就是爱本对自己冰死体验的描述 回到现实世界之后 爱本就第三个世界所见所闻 在基督教诗人亨利沃恩那里找到一个说法 可以更机缺地描述这个无限大的虚空 这个巨大漆黑的核心 就是神圣本身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爱本后来很好奇 在第二个世界里面 那位清晰的女孩到底是谁 爱本出院四个月后 她的亲妹妹凯西给她寄了一张去世的小妹贝特斯的照片 照片里的贝特斯有着棕色的长发 深蓝色的眼睛 是不是很像第二个世界里面那个女孩 原来在爱本出生的时候 她的母亲当时只有16岁 父亲只有18岁 对吧 两个高中生出长进国 根本没有能力去抚养一个婴儿 所以在爱本四个月大的时候 就被委托给亚历山大医生 也就是说 她现在的父母 其实是她的养父母 后来啊 她的亲生父母结了婚 生了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 也就是说 爱本有两位亲妹妹和一位亲弟弟 直到爱本患病前一年 她才第一次与她的亲生父母 以及弟弟妹妹见面 但只见到了弟弟和其中的一位妹妹 因为另外一位妹妹贝特斯 在十年前因病去世了 所以她从来都没有见过 直到这次收到贝特斯的照片 才知道冰死体验世界里的女孩 就是她未曾谋面的妹妹贝特斯 这回啊 爱本彻底相信了自己看到的绝对不是幻觉 因为她妹妹的样子 根本不存在于她大脑的记忆当中 后来她在2012年出版了 天堂的证明这一本书 书中记录了自己通过冰死体验 所看到的几个世界 出版之后呢 马上卖了两百多万册 我有怀疑她只是为了出书赚钱 但她从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现在变成了一个怀疑论者了 她已经比较相信了 她以前是相信意识是大脑生化之后的产物嘛 现在发现大脑没有工作的时候 依然会有意识的产生 她就是已经打破了之前的一个观念了 然后基于不同领域学者们的研究结论 美国心理学家肯尼斯·奈因格 将人类的冰死体验 分为以下共有特点 感到极度的平静和轻松 觉得自己的意识理体 进入到一个镜头泛着白光的隧道 已去世的亲人出现在隧道尽头来迎接自己 自己一生在眼前一幕一幕的飞尸而过 另外还有醒悟感 与世隔绝感 时间停止感 太阳熄灭感 被外力控制感等等 这个理论在美国的学术界 据说已经普遍认可 其实啊 国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吴江 在校学习期间 总结了2009年到2011年间 武汉的两所三甲医院里发生的 16例冰死体验 总结出这样的共同点 躯体上有疼痛或者不适感 没有恐惧害怕 反而轻松安详 意识离体 创伤性回忆等等 在吴江的研究里面发现 冰死体验会给人带来 自我认识 人际关系 生活态度 生死观念 这四个方面的变化 经历过冰死体验的人 更加理解和爱护自己 会同情他人 关心家庭 热爱生活 更主动的采纳健康的生活方式 更泰然的看待死亡 最开始我埋了个坑 冰死体验是可以被科学解释的 那么这个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大学 意识研究中心负责人 斯图亚特·哈莫罗夫博士 他同时也是 麻醉学与心理学系教授 基于他与英国物理学家 罗杰·彭罗斯爵士提出的 一项与意识有关的量子理论 他们对冰死体验 进行了科学的解释 根据他们的理论 人类灵魂存在于 脑细胞微管结构之中 人类灵魂是大脑神经元细胞 之间的交互作用 人类的意识活动 是这些微管内 量子引力效应的结果 在冰死状态 构成灵魂的量子物质 离开神经系统后 进入到宇宙 便会出现冰死经历 而意识就像是大脑内的 一台量子计算机的程序 即使人死后 这个程序仍然可以在宇宙当中存在 这个就是人们常说的灵魂 那我这有一个想法 如果按他这么解释 那么我们做梦的时候 那是不是说 我们的脑部里面的少量这种量子 外出去了 就产生了那种那些东西 对吧 对 有可能 我们醒过来的时候 那些量子又回来了 但是因为那个量子可能太少 有些时候太少 你就记不得 有可能 对吧 有可能 然后多一点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记得你的音 对 这就是梦的产生 对 对 哈莫罗夫博士在纪录片 科学频道穿越虫洞中表示 心脏停止跳动 血液停止流动 微管失去了它们的量子态 但微管内的量子信息 并没有遭到破坏 也无法被破坏 离开肉体后 重新回到宇宙 如果患者苏醒过来 这种量子信息又会重新回到微管 患者会感觉到经历了一次病死体验 如果没有苏醒过来 患者便会死亡 或者进入植物人状态 这种量子信息将与灵魂的形式存在于肉体外 还记得上面提到的病死体验 所共有的特点之一吗 一个镜头泛着白光的隧道 那个黑洞啊 很有可能就是你在这个三维世界里的身体 而白光就是灵魂出去的地方 还有啊 爱本描述的第一个事件 是不是有点像在人类的腹腔 那个有节奏的声音 应该就是他的心跳 宾死体验不仅在病床上发生 还有可能在大海 森林 沙漠遇险 车祸 甚至宇航员在太空遇险时发生 遇到这些现实危机或者压力的时候 都可能出现心脏停泊 大脑停止工作的情况 也就是宾死体验 基于这个观点 有些研究者就提出了一个猜想 宾死体验会不会只是一种 少数人激发的假死生存策略呢 在自然界中 很多动物都有这种假死的本领 这也是自然界一种非常奇特的应激行为 那么当危险靠近的时候 极少数人类会不会也是可以进入假死的状态 然后等危险离开之后再重新请过来 不靠谱 不靠谱 为什么 你说的第一个 医生那个 亚里山大 医生那个 例子里面也不问题 它是有个那个 吸菌性脑胰炎 对吧 感染的是 隔离是银性吸菌 这种情况 它就不存在假死的问题 真死是吧 要死就一定是真死的 也有可能 就是这些人一般都是真死了 然后心脏不跳了 脑子脑子坏掉了 对吧 然后突然间又活过来 最难解释的呀 是叫共享冰死体验 什么叫共享冰死体验 2021年 美国临终关怀与姑息医学 期刊上一篇论文 收集了164个 共享冰死体验的案例 其中一个跟大家介绍了 大家都明白了 她描述了她丈夫临终时的 共享冰死体验 她说 她的灵魂离开了她的身体 然后站在了我的右后方 仿佛我的右侧 被激活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从那个视角里面 我看见她非常活泼 翻着跟头 跑着 叫着 精力充沛 就像我第一次遇见她是那样 容光幻法 快乐自由 然后 医院的墙 消失了 尽管那时是凌晨两点 但是我看到许多灰色的云 飘在粉红 带橙色的天空中 几乎就像黎明 她的灵魂变成了一团真气 飘进了粉红色的天空中 其实这个就是 共享冰死天 就是 我不是发生冰死体验的 那个个体 但是那个个体跟我有关 我看到了 她 所在的那个世界 了解完这些信息之后 做了这些研究 我有三个感受 第一个感受 人类真的是一种 不够高级的生命形式 不是说 人不够高级 我觉得人类当中 有很多高尚的个体 但是 人类这种生命形式 不够高级 有很多限制 这个观点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当中 也能找到类似的言论 柏拉图说 人的出生是沉睡和遗忘 是灵魂从一个高维度的世界 下降到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里 我们看起来是深 其实是进入到一个蒙昧无知的状态 忘了以前我们没有身体状态时 那些所理解的真理 第二个感受呢 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现在很多我们可以解释的现象 在古代的时候被人类认为是神迹 对吧 那相同的 现在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 也就可能是因为 现有的科学水平所现导致的 而随着人类的科学发展呢 也许有一天这些现象会被解释清楚 第三个感受呢 生而为人的时期 所做的一切善行或者恶行 死后都可能需要我们的灵魂去面对 不是说一死就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个品行善良的人 不然啊 留下来的这些量子信息啊 很有可能就变成了太空垃圾 下辈子就不能成人喽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